今天是好好做 赵妮 上午你发过去的图样 被打回来了 为什么呀 人家说完全照搬去年 连第几期 第几页都指出来了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 人家对照过了 才打电话过来的 你虽然年轻 也不是新人了 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反正 反正我是无意的 无意就更不可能了 跟做数学提议一样 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错误答案相同了 别人就会怀疑你是抄袭 知道吗 那 现在怎么办 重做 不管多晚 鸡铁必须发出去 现在来不及呀 来不及也得做 你这是怎么了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我突然想起来 医生跟我说 我可能会缠击 要真是那样 我就完了 工作肯定是找不到 也没有女孩愿意嫁给我 孤独终老 郭亮 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怎么能这么悲观呢 医生说的是可能 不是一定 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不是张口闭口的什么 完了 孤独终老的 没用 残疾怎么了 这话我就特别不爱听 残疾也只能说明 在某些方面有缺失 在我看来啊 就和有些人近视 有些人耳背是一样的 不能否定他们是像其他的优点 就比如说你郭亮吧 我就觉得你人挺好的 人长得帅又孝顺 还温柔体贴 肯定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 是啊 谁要是因为这个 歧视你 不用自卑 他肯定在情商上不如你 是吗 急了 别吵 乐乐 一会儿我帮你把车骑回去 再把你把车开回来 你慢点骑啊 你也是得危险 行了 知道了 好卧薪啊 卧薪 好卧薪啊 卧薪 卧薪 卧薪是什么意思 卧薪你懂不懂啊 就是感动 你能不能说点汉语啊 我听不懂 你能不能说点汉语啊 我听不懂 行吗 给你制腿挺不容易的 所以呢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要等你健健康康 完完全全恢复之后 才让你离开 而且 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不会收你一分钱 好吗 真的 太善良了你 乐乐 郭亮 你腿没事啊 你看你什么都没福 都站起来了 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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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是不是又出错了 没有没有 我跟他们说点事 没出错 那就好 都十二点多了 该吃饭了 你们怎么不吃饭呢 老板 我们马上就去 对了 您要吃点什么呀 我老伴都给我装好了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秦总 您老婆对您 真是国宝级待遇啊 还真叫你说对了 你猜我老伴跟我怎么说 你的身体啊 比不上年轻人 他们吃点垃圾食品没事 你可不行 老板 您还让不让我们吃饭了呀 放下其他工作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晚上又得加班了吧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我陪你们 你怎么搞的呀 我怎么了 你是故意的吗 没有啊 凭什么说我是故意的 这么简单的错误 你都能犯 不是故意的 谁信呢 得了吧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受宠 特别受重视 自己特别开心啊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怎么都是我的错 他怎么之前不审 让人家看出来了 把责任全退给我 亏两姐先前还在头儿面前 帮你打掩护 你自己捅的娄子 你到现在还不领情 我不领情 那你领情你干呀 一切都给你干 这下行了吧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 像个小龙虎似的 怎么了 是你 我怎么了 回来拿点东西 怎么搞的 我来 没事 嗯 谢谢 别客气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个以前都是同事 虽然你对我好像有点意见 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意见 再说了 就像我们这种小职员 怎么能对上级有意见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哪 为什么小职员 就不能给上级提出意见呢 大家都有缺点啊 对不对 道理谁都懂啊 只是到了现实 谁敢这样啊 为什么不敢啊 我就看不惯办公室这种风气 有些人哪 就拿着那么一点点的权力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的样子 就可以把下级播当人 还拉帮结派的 当自己是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你主管对你不好啊 你怎么知道他 他有什么错都推到我身上 我推给谁啊 我就知道是他 别看我以前老跟他过不去似的 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一样 其实我告诉你 是谁最假呢 他最假 对上级是一个样 对下级又是另一个样 我见识过 我见识过 你告诉我 他怎么整你了 有什么办法呀 他是我的领导 他的手下只有我跟韩乐 韩乐一直在讨好他 韩乐有错他不会怪 只会怪我一个人 原来我跟韩乐还是好朋友 现在韩乐也敢训我 我觉得韩乐那小子 是比你懂事 他有梁爽撑腰 你有我 你 我会有办法的 我保证让你扬眉吐气 又是我爱吃的 太好了 我突然发现你特别好伺候 给你做什么都说好吃 怎么这么多 来 尝尝 好 怎么样 特别好吃 就是有点辣 这个季节吃辣可不好 容易上火长痘 吃这个 吃这个 我 我就爱吃辣 从来不长痘 不信你尝尝 真的特别好吃 我不吃辣的我怕长痘 那你吃 尝尝 好不好吃 怎么了 你等着 来来来 滴水 你怕辣呀 怕辣你还带这么辣呢 好点没啊 我是上次听你跟吕教练说 想吃麻辣套 不然我会买这个吗 这不是你爸做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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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洗手间 厕所在那边 走 乐乐 这是我昨天晚上特意给你煲的汤 包了两个多小时啊 这个进进喝特别的好 你快趁热把它喝了吧 太饿心了吧 不行不行 拿去喝 太装了 还是不行 来 来 乐乐姐 快来 过来啊 这个呢 是送给你的 给我的 你不是说好久没提心里痒痒吗 这车真棒啊 乐乐姐 我 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谢谢什么呀 怎么样 喜欢吗 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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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 过来过来 看看乐乐姐送我的新自行车 哎 哎 怎么样 大量吗 看吗 挺好看的 呃 可是 我能骑吗 肯定没问题 骑自行车呢 可以帮助锻炼你的平衡 而且对你腿部的恢复 有很好的帮助的 是吗 那我试试看 好啊 你试试 刘教练 来 慢点啊 慢点啊 小心 走喽 来 刘教练 你看怎么样 慢点 好 怎么样 我说没问题吧 那是谁啊 喂 喂 二郑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半天了 我问你那男的是谁啊 一 一 一个会 会员 一个会 会员 你看你那出息 还接不上了 有那么简单的会员吗 乐乐怎么不带别的会员 骑自行车玩啊 二舅 你就别搅和了 光亮他人挺好的 挺受伤了 在我们这儿做挥布 乐乐也是出于同情 骑自行车 的确有助于他的恢复 看你的骑驱那样 这这二舅是过来的 这一看就不正常 乐乐呀 搭搭咧咧的 这男孩 他手怎么搭在乐乐肩膀上 不下来了 不是 你 你看 二舅 你想多了吧 他一条腿不方便啊 搭一下 正常 正常什么呀 这时候了还帮着情敌说话呀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 什么什么时候了 这这这这这这都火烧眉毛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你不出手我出手 喂喂 二舅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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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怎么是你啊 你干嘛这么蒙啊 什么蒙气 您没看见我们这儿练骑车嘛 官二就他没看见啊 我看见了 他不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慢点 慢点 救我 救我 拿着 拿着 小心小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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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感觉吗 刚才有 现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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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等等 等等 不行 我看呀 赶紧送医院吧 会不会骨折 骨折 那你恶不恶心啊 不不 不恶心 不恶心 那那 我看你还是去医院吧 孙悟悟 我开车带她去 到我医院 再去做做个毕丑 赶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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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做个毕丑 而救我 干什么呀 采购来了 顺便把你的残局收拾了 那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你别 忙什么呀我忙 你怎么这么窝囊 我怎么告诉你的 该出手是就出手 你走不走 我说你呀 你这个人就是 你不走我走 不是 撤 撤 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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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科的医生 请到二号病房 那一科的医生 请到二号病房 怎么还不出来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再等等吧 出来了出来了 怎么样 没有骨折 放心吧 没事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谢弟谢弟 那我们回去吧 回去吧 我还以为很严重啊 没伤到骨头吧 是啊 还不如骨折呢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样就可以在你那儿 免费做康夫了呀 闹了半天 你是想长期赖在我那儿 不走 是吧 这可是你说的 那好 吕朝 你把他给我从这个楼上 推下去 遵命 别别别 我走 我走 我家 走吧 乖乖 知道了 记着白天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太着急 那样会容易失眠的 谢谢李大夫 你可以叫我治疗师 或者是小李 好的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你看 我们干吗 好 好 记住 喂 怎么我一想起你的时候 你就上线了 我怎么没感觉啊 但心贴着心的时候 产生共振 就没感觉了 你什么都有的说 今晚请你去看电影 我加班 加班加到几点啊 不知道呢 那总得要吃饭吧 吃饭我比较有兴趣 吃什么 我来安排 好 拜拜 拜拜 阿姨好 乐乐在哪儿 在里面 李诚啊 阿姨 您来了 你吃饭了吗 我还没吃呢 我正打算去买点饮料去 买饮料吧 李诚 咱们这是养生馆 养生馆靠什么赚钱呢 靠养生两个字 林乐乐要是在这馆里面 在里面喝碳酸饮料 吃披萨汉堡的 那顾客就会怀疑咱们的专业度的 对对 你是养生方面的专家了 得多提起提醒他吧 反正不是外人了 走吧 我跟你们俩有话说 阿姨 您先去 我还是去买点饮料吧 还去买饮料啊 我刚刚话都白说了 我 我不去买饮料 我去买报纸 买报纸 阿姨 您先去 我马上问了 这是什么 螃蟹 看起来很好吃 快吃吧 乐乐 妈 你怎么来了 萌萌 你好 你坐下 不用起来 等我吃 我有话跟你说 那说呗 不太方便 我先走了 你走了不太方便 你们聊 不用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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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你故意的是吧 你已经长大了 我管不着你了 我故意什么样 我又没做错什么 倒是你一进来就垮着脸 给谁看呢 我还就垮着脸给你看了 小伙子 今天 阿姨有什么话 如果我听着不顺耳 先说成对不起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想你应该知道 乐乐和李诚是什么关系吧 妈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你跟她说干什么呀 再说了 我跟李诚又有什么关系了 你别乱下结论好不好 雨晨的二舅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她看见乐乐跟一个 男孩在一块疯疯癫癫的 感觉很不正常 我爱你 越说越厉害 不管怎么说 作为长辈我要提醒你们一句 在男女的生活问题上 不要让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呀 有什么闲话好说的 我们又没干什么 你 你 你 本来就是嘛 你和李诚已经在谈恋爱了 你怎么还成天跟其他呢 还都疯疯癫痫在一块 成何体统啊 诚 这让女神看起来 心里怎么想啊 李诚 你到底跟你二舅都说什么呀 我妈怎么说话 我什么也没说 是你们俩 我们俩 我跟谁啊 你跟梁爽不是跟阿姨说 我是你男朋友吗 他老人家记性 怎么这么好啊 人家旅行条件多好 多本分的孩子 而且身体 又这么健康 你们俩在一块 是再般配没有的了 你要懂得珍惜啊 妈 一这么说话 我就不爱听了 好 首先关于我和吕诚 我们从来没有跟您说过 我们是在谈恋爱啊 希望您不要再一厢情愿地 这样认为了 这对我和吕诚来说 都有很大的压力 再说了 目前我是她的老板 她是我的员工 私下呢 她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好哥们的那种 就这么健康 那人家吕诚的二舅 也是出于好心啊 怕你们事儿给搅黄了呀 谁搅黄的 就是您 还有她那个二舅 这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人 才东西想要干这种事情 我的错 本来就是 你好 好好好 你好 来来来 来 好 伯母 我就错了 伯母您别生气 我知道您是威乐了好 还有您放心 我不会影响他们有意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以后请别来了 好 爸 你这是什么话呀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客户啊 对啊 我知道 咱家还不缺这个钱 把钱退给他 请他到另外的养生馆去 不行 你无权干涉我的经营 我无权干涉你的经营 是我投的资 你不要搞错了 我告诉您 乐乐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还就收回投资 你收回吧 那我就正好不干了 我就满足您的心愿 结婚 嫁人 好啊 太好了 我就希望快点 快快快 旅程来 我就是希望这样 太好了 好啊 郭亮 我就要嫁给你 我不嫌弃你穷 也不嫌弃你身残 我就要嫁给你这种 在困难中乐观 在生活中无比坚强的人 你 伯母 好 好 你 你气死我了 玉成 玉成 来 你不气死我了 忘了最初 心就死了 郭亮 我就要嫁给你 我不嫌弃你家穷 也不嫌弃你身残 我就要嫁给你这种 在困难中乐观 在生活中无比坚强的人 抱歉的人 是指引 还是过此 没有掌声 感情给我 自由 叔叔阿姨来了 走 走吧 我说儿子能行吧 你要看他治好多少病人 不能看他人多少 我在网上看了 儿子的点击率很高的 说什么呀 基本上全是垮儿子的 说他耐心引导 什么不厌其烦 还有一个人说 在大医院静开柜里 还看不好 到这儿来 一个院心里说到以后就好了 真的 儿子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 你们是李医生的父母 对对对 我就是看了他在乐意杂志上的文章 才慕名而来的 我也是看了他照片觉得特别帅 就是照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所以我就亲自来了 那个问题呢我们下次再来 再见 儿子 李医生真是一条人才 路过 路过 你爸关心你吗 有话里面说吧 进去了 你忙你的去 外面还有人呢 你就别管我们了 你忙吧我们走了 那好吧 那如果有事的话我回家的时候再说吧 好 你好啊 你要好好干 真做的好坏全靠你自己了 你可不要觉得眼前满意了 你就觉得过得去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变数还很多 不过身体还是要紧的 不要太疏忽了自己 说白了 这生意上的事是身外之物 对你来说要把更重要的事放在手上 对对对 程家就是更重要的事 我是那个意思吗 儿子 程家跟李医业哪一样都不能少 再说了 结了婚以后就有人照顾你了呀 好好好 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好不好 你看外面都等着呢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们回家去 好好好 再见 儿子 我们等你回家去 别忘记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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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再见 下一位 黄小姐到你了 好的 真是不错 是啊 干得真不错 还挺好的 叔叔阿姨 你们好 你们是来找李好的吧 对对对 你是 我是艾晓芳 是李好的 朋友 艾晓芳 我们好像没听儿子说起过呀 是吗 大概没提起吧 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 哦 哦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你们的儿子有多优秀吧 哦 有多优秀啊 很优秀的 我啊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而且啊那些去他那儿看过几次病的人呢 都说他是医术医德最兼备的好医生 哦 世界我不敢说啊 国内肯定是第一楼的 啊 我早就说了 我们的儿子是很优秀的 哦 哦 还有啊 我是第一个支持他开诊所的人 也是第一个 在杂志上给他最好的版面 来支持他事业的人 哦 那你是什么杂志社呀 哦 我是乐意杂志社的社长助理 哦 谢谢 谢谢 哦 叔叔阿姨 李好大哥还没有跟你们说 哦 我们早就认识 早就在一起了 他比较难为情 所以暂时没有说 是啊 哦 对对对 他很害羞的 哦 真的很抱歉 不好意思 今天打扰你们了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 那你忙 你忙吧 你忙 你忙 再见啊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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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来 停一下 来 我看着不错啊 什么不错啊 那女孩啊 是朋友 不一定是女朋友啊 哎 你别说啊 她长得很有老板娘的气质啊 哎 明天啊 我约她上我们家来一趟 这能不能做我们家的儿媳妇啊 也不是我儿子说了算的哦 你说我们是朋友啊 普通朋友啊 你是故意说得很暧昧似的是吧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暧昧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 要不是你付了钱 我绝对在门口贴一个告示 以后不允许你踏进这里半步 把戏呢 我是有的 但是给谁用 到底用不用呢 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所以啊 你最好从现在开始 不要让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 要不到时谁治谁 还不知道呢 我看她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嘛 我已经告诉你不要管她 她不能惹她 我不跟你讲了 挂了 对啊 我有急事 好了好了好了 好好 再打给你 好好好 拜拜 你怎么了你 坐好啊你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没醉 我晕了 你没醉 你怎么会一个人去喝酒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平时要么跟我去 要么跟欧乐乐去 现在排除了我 那还有谁啊 你额头上写着失恋两个字 欧乐乐也可以排除了 你不是一个人去 还可以跟谁去 你告诉我 你知道吗 那个酒还特别贵 这是 给你倒杯水了 我不喝水 我不喝水 不喝水 水不是倒给你喝的 是用来泼你的 我告诉你 你 你 哎 哎 是了 小脑发育不良 妈 我 我 我一会再打给你啊 对呀 好了好了好了 小脑发育不良 你还要活我 什么 我去电线 我去电线 我们给大家送去 주는 这是由哲刑 非常忙摆 直接送 nos 还第一 primer 您好 您好 妈 你怎么能打到这儿来了 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我很忙 对 叫我吃饭 跟他我不去 对 我真的很忙 我这里有个很严重的病人 特别严重那种 对 要自杀那种 很严重 明天也不去 后天也不去 就这样 我有事啊 挂了 好 拜拜 怎么了 梁小姐刚才打电话 说她已经下班 马上来找你 好的 那你等一下走的时候 记得把闸拉了啊 好 知道了 好 你好 你再跑我就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你胡说什么啊你 我都胡说你就跑了 什么跟什么呀 我不管了 反正我下班了 有事明天再说 我就是来接你下班的 你有完没完 不能完呢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情 去哪儿啊 去你家 吃饭 你跟我妈说了些什么啊 我冤枉的 是你妈打电话给我 让我去你家吃饭的 我求你了 姑奶奶 你这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看你这措辞 这态度 我怎么了 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要不录下就堵车了 放手 我可没说要去 你要去你自己去吧 去嘛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知不知道 走走走走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跟他什么都 你忙你的 再见 你 来 老头子 你看小枫多能嘎呀 菜烧得又快又好 是啊 是不错啊 是是是 叔叔阿姨啊 可以吃饭了 好好好 那你赶紧叫女好相来 好 我去叫 不用不用不用 我来叫 我来叫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小枫 还是她去叫吧 谁允许你进我房间了 你别以为我进你们家厨房 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的了 那 那 你说你是什么居心呢你啊 我是一片好心嘛 我想让你爸你妈 认定我是将来的儿媳妇 我不会让他们老人家失望的 嗯 我爸我妈不了解你 可我了解你 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痛快说出来 我没有想怎么样啊 他们在等我们吃饭呢 快点出去吧 你 你 你到现在还在演戏啊 你 你恶不恶心啊 你到底出不出去啊 我告诉你 要是你再不出去 你干嘛你 我现在就一件一件一件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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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尝尝这个 是阿姨叫我做的 嗯 小方很聪明的 一学就会 阿姨我跟您比啊 还差得远呢 以后啊 要多多来这里 向您请教呢 好的好的 下次我叫你做那个 红烧狮子头 嗯 李好啊最喜欢了 对对对对 他常常跟我一起吃饭啊 都一定要叫狮子头的 我 不过啊 他每次都说 不如家里面做得好 对不对啊李好 嗯 好好你怎么搞的 怎么魂不守舍的样子啊 就是吃饭就吃饭 在想什么事情啊 来小方 来吃啊 吃啊 你们别客气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好好好 我想啊 他一定是白天在诊所里面太累了 你们知道的 他常常都要一直不停地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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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不吃了我有事先走了 哎哎哎哎哎不行 今天再有天大的事也不能走 特要紧的事我必须走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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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定 淡定 我必须以其人之道 还指其人之身 哎哟 小方啊 吓着你了吧 哦 对不起 我不是冲着你啊 嗯 叔叔阿姨 不关你们的事 是我今天不应该来 谁说的 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啊 小方 吃饭啊 但是 他好像不是很欢迎我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不起啊叔叔阿姨不好意思 我走了 小方 来坐下 吃饭坐下坐下 坐下 吃饭啊 对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爸妈 你们都被他骗了 行了你 你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 我们难道没有爱过吗 天哪 你那吸引的也太好了爸 你看 我爸爸这种老江湖都被你骗过去了 哎 哎 真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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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别 小方 你可千万别计较啊 他不懂事 是啊 我们会骂他的 是啊别哭啊 小方 叔叔阿姨 不关你们的事 我知道 是他变了 他自从认识那个什么什么人之后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他认识什么人了 一个女人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只要叔叔阿姨你们不讨厌我 我一定会努力 直到他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这 这雨啥 早餐在门上 老头 嗯 老头 嗯 你看看你看看 这谁送来的呀 那我回家 你看 不知道啊 我有梁爽吧 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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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吃了 妈帮我把那个打开 妈帮我把那个打开 你倒不跳啊 我都吃就行啊 跳什么 我是问你 这是谁送来的 我怎么知道 你别再跟我装了啊 哎呀吃吧没有毒 我是说这做好事 为什么要被弟弟做呢 我来宝宝 有可能 你真不知道是谁啊 你真不知道是谁啊 你别这么看着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饱了 我们上班去了啊 爸 爸 我走了啊 再见 老头子 你看看这孩子 嗯 我跟你说啊 别瞎索心了啊 他要想说 早就跟你说了啊 我能不操心吗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早点啊 肯定是那个男孩子送来的 你看 早点袋子里发现的 这写的什么呀 HL 这什么意思啊 肯定是那个男孩子送来的 不是别的 我是怕这孩子对感情不相信了 那倒不至于 咱们的闺女啊 没问题 啊 你没发现吗 现在肯定是有人追求她 你看她早点她也吃了 也吃得挺香的 你 我看你啊 你都快神经了你 是人 我告诉你啊 我早晚得让你给我 起出神经病来 真是的 这一次 你让我心头已凉 我一直徘徊游荡 假装没人会真正欣赏我的模样 这一次 我的眼终于明亮 曾有的一点伪装 也愿层层拨掉 有种安全感在心里回答 只要再看你一眼 我变得更美 你拆向我的心门 慢慢走进我迷迷花园 只要再看你一眼 我变得更美 你拆向我的心门 慢慢走进我迷迷花园 是谁 你的我变得更美 我变得更美 我变得更美 你拆向我的心门 慢慢走进我秘密花园 只要再看你一眼 我更加了解 我的爱却不肤浅 太晚才变上你的珍贵 你的未来有我陪 不浪费 不浪费 不浪费